大家好,歡迎收看麥格里特約,麥格里卵政工房,我是Vicco英文 今集的嘉賓請來有麥格里資本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應股政市場銷售主管林雲恩先生,Ryan你好 是,大家好 還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總監席叫輝先生,Stanley你好 好,早晨 亦都呼籲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卵政或政股問題想問我們的話 就打來204-6566,又或者可以將問題電郵到ASKB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到91571428,或者Facebook和YouTube,我留下一個LINE可以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恒生指數最新博位24229點,升233點 國企指數升109點,報9987點 大股市成交暫時有493億 先和兩位談談市場 因為在6月份,大家都說6絕月 但這幾天大家都看到,其實由四個交易日起 其實港股都已經升了1400點 恒指今天,再去到24200點這些水平 差不多,都修復之前因為港版國安法,熱跌下來的新地 Stanley 都想問一下,現在這樣夾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可以夾到25000點這些紅席重複的居度 一看是25000點 上一回合是23000點左右 這麼快去到25000點 可不可以再看高一點嗎?不要 你知道我一向都比較,我對後市的看法比較有保留 但這一段,也很坦白的,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 記得這麼兇肯加上這麼急 但又要這樣說回來,因為美國那邊 你看到美股又好像完全無視 去當地的情況升上來 當然我也做過一些,也看了一些文章分析 原來美國有趣的,美國的市場 根據一些歷史的數據 跟當地的暴亂相比的話,其實是沒有關聯性的 即是它那個市場和這件事的相關係數是極低的 但問題是,大家現在覺得經濟上海上是OK的 其實香港也是 港股現在變成了,第一炒經濟復甦這件事 第二就是炒回追落後的情況 你美股之前那陣子那麼厲害 我們港股也有五月份的時間 美股有一彈的,我們港股也要跌的 到現在這段時間,可能有機會追落後 但始終港股的勢頭 你只可以說之前的時間 有一段時間,都在大概23,500 24,500這個水平上,叫做拉鋸 現在又開始回到24,500這些位置 我覺得這些位置應該還是大阻力 所以你說有沒有機會再上 我自己先看24,500這個位置 好啊,暫時看24,500這些位置 不過我問一下Royan 因為市場這樣夾上來的時候 會不會說很多投資者 都做一些好倉呢? 暫時呢,今天看到 都比較活躍的投資者 看那些牛證 其實他們現在擺的位置 大概23,300多點 400點左右 距離現在現價都說800點左右 那見到他們每隻槓桿都有30倍左右 那其實都是一個 一些的選擇給大家 那還有呢,我們回到一個 技術分析圖那裡看回 暫時呢,其實如果行指來說 都清理了一個水平 那見到其實暫時 就是要注意到那個風險 是會有下跌的風險在那裡 所以都要大家要小心自留 嗯,好啊 那看完市場 看看一些焦點股份 其實看到 今天騰訊就差一點的 派了跑輸大試 現在暫時 逆市都要跌0.3% 雜誌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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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今天都夾4%上來 是呀 但是看回騰訊 因為其實都看到他 有些消息 就說黑談感收購華納音樂集團的股權 是 攝資大概是2億美元 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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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另外都想問一下 Pitcher這個消息 因為大家知道 網易是招銀股的 例上市 但是他們其實業務都幾次 大家都是有遊戲業務為主 是 會不會說令投資者 轉移去網易的懷抱呢 轉移去? 又未止會是 不過我覺得兩間公司都各有賣點 你說本身 騰訊 就是遊戲那邊 當然大家都看得比較重 但是呢 雙面之下 它的業務比較多元化一些 是 你看它什麼位置都有 講國話一些 它都有 但是雙面之下 網易 真的它的業務比較單一一些 它最主要是做一些 遊戲方面的範疇 但是遊戲那邊的範疇的話 它本身 有些遊戲又不差 你看它很多遊戲 其實是很受歡迎 是 很厲害的 所以就算是要降賣點 但是不過呢 很有趣的 之前的時間呢 它那個 那個 那個IPO國家 你說是有什麼 日價的 是啊 但是結果昨晚之後呢 現在是比較激昂 因為昨晚 突然間網易爆了上去 爆了它的歷史新高 嗯 你那條數的話呢 現在網易 即是剛剛插回表現 香港這隻 是 我今次計算過是127個多 應該比現在126元 稍微高一些 現在好像抵買一些 抵抽一些 可能是 對 但是當然兩個市場 對 有沒有 關聯性 一定有 但是 沒有 因為現在去上市的時間 還有 一定日子 所以它的價格 就是 美國的價格 仍然會比較錯 但是對於騰訊的影響 應該就真的 不會有很顯著 嗯 但是會不會說 看騰訊 也有機會 趁著市好 上去440幾元 47元這些位置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騰訊這些位置 都是那一句 我又第一 我覺得那個市會回 第二是 我會認為 它的業務 或者表現上 真的有 似乎這些價 太過 即未必值 這個環節水平 我覺得Q2 是一個 挺關鍵的情況 是 就是Q2的業績 究竟是 是好還是壞呢 對於它的股價 都有一些比較大的啓示 但是現在這些水平 不建議買 好啊 都問一下Royan 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最近看到騰訊 都是在 420幾元這些位置 培會 投資者又怎樣 部署呢 我們看到 其實 對於交易地圖 其實騰訊 之前 都可能會 阿里巴巴 會是第一 成交 但是現在看到 騰訊 都上回來了 擺了 第一名 至於 我們看看 它的下一個圖 就是 技術分析圖 暫時 看到 很多綠色的 提升指標 所以 都有一個 挺大的支持作用 在技術層面 而言 看到紅點 只有很少 寥寥可數 所以 都是比較正面一點 而 看看 下一個圖 就是 北水的 資金流入 看到 騰訊 空股 其實都是 排名最高 在湖那邊 即是上海那邊 資金流入去 北水 都比較多 內地人士 追捧 所以 都有幾個 比較多正面的消息 大動到 都有些投資者 會參考一些 看好的產品 今天我們帶來這隻 騰訊的call率 編號 23355 行使價是 $450.88 比較貼價 大約是 5%價外程度 而到期日 就是9月尾左右 實際 槓桿也有8.4倍 這個可以給大家參考 騰訊 這隻貼價的call 23355 不過 Stanley提到 阿里巴巴今天厲害 ATM入面 美團最厲害 今天又創新高 現在還要day high 神經病 是呀 但是昨天見到它奇奇怪怪 因為疫市又要跌 看回 其實原來昨天 北水都沽得多 是呀 北水只沽出最多的股份 錄得5.536億元 另外 其實大家都要關注一下 因為上個星期 集團創賣人 都有減持股份 但是對於美團來說 又不是有什麼 負面消息 這隻其實 說真的 這些位置都不懂得看 是呀 但是又不敢沽它 現在 買又真的不敢叫大家買 但是你說沽 也不是大家沽 因為你沽 你想一下 其實這些位置 它真的太誇張了 你想想 它5月初的時間 還是在100元這些位置 你現在是6月而已 你升到5成 是呀 你想一下 真的 會不會誇張一點 經常都很擔心 想起那時候 見到七十幾元的時候 沒有那麼擔心 你這樣算 騰訊 阿里伯伯 這隻誇張一點 他真的要 但是沒有辦法 這些股票 你一陣子就追貨 不斷追貨 但是 你遇到有風險 當然 可能幣2元的時候 都會說這些話 你眼神 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都問Royan 因為美團 很強勢 投資者 又是否不斷看好它 我們有看過技術分析圖 其實見到 紅點和綠點 其實暫時 綠點 看升指標 就比較多 但是其實兩者都差不多 因為都是比較 太急升 所以 下行的風險 都有在 所以我們見到 資金流方面 過往 三天來講 其實美團 那裏 它的資金流 在科倫 紅色那個就是科倫 看到它排第三歲多 但是 不要忘記了 它都有些潑倫 潑倫 你看到黃色的資金流 就很一枝獨秀 就是比較多 剛才這隻在高位 就部署它的潑倫 等它有調整的機會 就打算有這個 獲利的潛力 而五天 它也是 都是的 潑倫比較多 所以 看回 如果是看好的朋友 就可以留意一些科倫 但是我們都覺得 都是一個短線部署為主 就是先炒它的波幅 就是中間 可能在高位 上上下下下的時候 就可以做 部署波幅 因為如果你買正股的時候 可能那個 金流又大一點 還有那個 升的幅度 又未必那麼多 反而你用那個 波倫去部署 就有個槓桿效應 可以有個 將你的回報 潛載回報 又配搭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跌的話 都會將你的虧損 放大了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今天我們帶來這隻 美團 先看一隻科倫 可以追一追 指 編號 美團的編號 是11046 行使價是136.88元 都是用一個 保守一點去做 這個是價內政來的 而這個到期日 就是12月到期 實際槓桿都有4.2倍 相比其他價外的 其實實際槓桿都差不多 所以都可以 用一個保守的方向去 去保守 好 美團這隻價內的 Colon 11046 好了 講完美團 還有ATM 講完 88 剛才Stanley也提到 今天 突然之間 8.4%上來 會不會關於618 8.4%上來 是 因為見到她說 首日的淘寶直播 成交超過51億 算了 這些數字 數字 只是有些刺激性 或是嗎 那似乎是京東 京東 那似乎是京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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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似乎是美的 但是沒有 AiBaba 平常心裡看 就是拿著它就算 但是這位 現在才追 那伯論算 是嗎 對 始終其實她近日 都扯得挺高 挺誇張 都問一下Ryan 會不會說真的多資金 流入卵證做部署 其實都多 我們看到 那支音流 昨天來講 排名最多 是Colin 就是已經有紅色的柱狀圖 就是第一名 就是阿里巴巴 而我們看看 過往來講 那些支音流向 都會有出有入 藍色的柱狀圖 就看那個 支音流出流入 紅色的那條線 就是股價 那見到呢 近期那裏 就跌了去 那個藍色柱狀圖 其實因為 股價是升得高 所以那些 投資者又回復 那結果昨天 差不多 少少橫行 升少少 那都是 那個 估額程度 就比較低了 那所以我也是 提議 可以給大家 那些 那些 那我今天帶來這隻 就是阿里巴巴的 Colin 編號就是 21673 行使價就是 218.88元 那大約是 5%的 價外程度 都是比較貼 那而年期 就比較短 那就是 9月到期 那把實際槓桿 都是 去回9.3倍 都可以給到 一個 都 有9.5倍的實際槓桿 給大家 好,阿里巴巴有這隻 21673 最後 強勢股 一定不少得 港交所 現在上去290.6 大家 繼續炒著 中概股活跡消息 網易 接下來又有京都 京都 京都 很想去 京都很想去 我都想去 想到傻了 已經是 但 Stanley 看回廣交數 其實你下個目標 要看多少 廣交數 是的 因為已經買不到 已經追不及了 買不到 是不敢買 是不敢追 這些位置怎麼追 但是又 平心而論 現在任何一個消息 對他都有利 真的沒辦法 你想一下 你保持著上市 但也預計 他一定是受惠 所以價這麼強 都是反映這個狀況 但是 只是那句 他不會 我也想到 他一回又買 誰知他真的不會 上次 很貪心 到達260多元 這位置又不敢買 又沒辦法 現在是不是 都要提升買入價 287 大概是這位置買 287 可能就是 288又 再上去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永遠都買不到 是 永遠都買不到 是 對 拼短線 好 都問很多人 是不是都多人拼短線 講教授 其實都有 我們看到 其實 技術分析圖 暫時看到 綠色點的提升指標 真的很多 講教授 所以都有一個 挺大的支持作用 而下一張圖 我們看到 支撐樓的報告 其實也是 有出去有入 當然 近期 它升了上去 比較多 藍絲的儲藏圖 你見到 向下支撐樓出 其實 都是看回 短期獲利先 也未至於 非常淡的做法 而我們再看回 其實 它的引申波幅 其實 風險 波幅程度 現在看到 這個港交所 其實都不算很高 其實都是 20%左右 相比 恆子 恆子是 21% 20% 但它就 多一點 其實相比其他的 比如阿里巴巴 騰商 其實都算比較低 所以 波幅度 都是比較平穩 沒有那些 剛才說的 阿里巴巴 那些 美團那些 那麼高 今天我們帶來 這隻 港交所的 天號是27982 行使價是300元 又是比較貼的選擇 而到期日 就是 八月到期 又是比較短 所以 石製罐槓 都可以提升 這隻 都有11.3倍 可以給大家參考 好 港交CALL 這隻行使價300元 27982 大家可以留意以上的論證推介 也謝謝兩位 跟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們申報有否遲 以上提及的股份 沒有時候的 這個是阿里巴巴的 謝謝 今集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 稍後回來 我們會有問答環節 待會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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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